我選擇了暫時退出民進黨 二零二一年時任民進黨立委 蘇正清捲入搜狗關輸案 選在立法院開議日宣布退黨 涉嫌收賄破千萬的蘇正清 監察院十八號最新廉政專刊 公布公職財產申報 罰還處分名單中 蘇正清被罰的最多 高達四百萬元 蘇正清這回被開罰財產申報財罰理由指出 他在二零一八年 為巨石申報本人財產 借用他人名義持有存款 期筆認定故意擬膩 處分四百萬元 另外二零一九年搜狗案二零二零 年他設置政治現金專戶 收捐贈者不詳現金未存專戶 也未開立受證收據 這回也一併處罰 還一百一十六萬 末入三百六十萬元 致電詢問他本人 他已強調 已經退出政治 該怎麼罰就怎麼罰 年正專刊這次開罰 名單還有不少前公職人員在列 也包括前立委林維州 林維州二零一九年 未巨石申報 土地變動十三筆 遭罰一百二十萬元 另外前高院院長石穆青 未巨石申報配偶債務兩筆 也被罰十二萬 新任臺北市警察局長李希和 二零二二年未巨石申報 本人現金也被罰六萬元 三新聞江柏偉蕭方明台北採訪報導